被我们看不起的土狗远渡从洋到达澳洲之后 成为最顶级的捕食者 澳洲为了阻止土狗捕猎羊群牛群 花费了数百万美元建造了5290公里长的围墙 还是没有挡住土狗进攻的步伐 在澳洲捕猎土狗是有奖励的 最高奖赏高达500美元 澳洲土狗肩高45公分左右 体重40斤左右 具体长什么样子到农村看看土狗就行 几乎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 此犬种适应能力极强 成群活动 兔子 袋鼠 绵羊 牛群 鸟类 人类遗弃的垃圾 甚至凶猛的巨蜥 都是它的食物 澳洲土狗起源大概是在9000年前 中国南方移民经过漫长的迁徙 到达澳洲 土狗学名中华田园犬 在北方又被称作柴犬 因为北方气候寒冷 古时候土狗喜欢堆在柴火边 所以顾名思义又叫柴犬 虽然战斗力一般 但是智商其高 懂得团队合作 只要有30只左右的土狗 形成狗群 那么野生动物都要聚它三分 身体抗病能力极强 相对于很多宠物狗 身体抗病力上绝对有优势 容易喂养 忠诚度很高 最主要是价格非常非常便宜啊 我昨天去菜市场买菜 还看到几只土狗在出售 各个都有10来斤重 但是价格只需要50元一只 真的是最实惠的伴侣全种了 不知从何时开始 养土狗被很多人所看不起 大家都认为养土狗 那就是吊价吊身份的象征 实际上土狗是非常优秀的犬种 中华友好犬 那就是中华田园犬 谢谢收看本期视频